小朋友、大朋友 你們又想不想到什麼方法幫國王? 廚師覺得平時國王的飲食實在太不健康了 飲食是需要均衡的 所以廚師就提議國王 國王,你一定要聽話 甜食和煎炸食都不可以吃那麼多 要吃少點薯條、朱古力、冰淇淋、蛋糕 那些你都不要吃那麼多了 每日三餐要吃有營養的食物 例如青菜、雞蛋、魚 水果、瘦的肉 那你就可以健康一點了 醫生都勸國王 國王三餐之間 就記得不要再吃零食 而且要經常做運動 其實國王你可以試試跑步 游水 甚至乎 做體操 打球 其實對身體都很好 一向很孝順的公主 還跟國王一起做運動 公主陪國王一邊玩呼拉圈 一邊聽音樂 雖然國王覺得很辛苦 但有公主陪著她一起運動 國王覺得很辛苦 都唯有堅持著 不要浪費了公主一番心意 那皇后又想到什麼辦法呢? 皇后就吩咐伯仁 將國王的床 搬到很高的地方 這樣國王想睡覺的時候 他每次都要走過一條很長很長的樓梯才上去 這樣就可以走樓梯做運動了 國王見大家給了這麼多積極的想法 都覺得他們很有心 於是就開始跟著做了 國王按照計劃做了幾天 接著就已經開始頂不住了 我真的覺得很辛苦 好辛苦啊,好辛苦啊 我頂不住了 廚師安慰國王說 忍耐一下吧 忍耐一下吧 加油,加油 不如我講個笑話給你聽吧 又過了幾天 國王又頂不住了 我真的真的真的頂不住了 我好想放棄啊 廚師和醫生都繼續支持國王 要繼續這個健康計劃 國王你忍耐一下吧 加油啊 不如我唱歌給你聽啊 國王每隔幾天都會說 頂不住的,很想放棄 但大家就沒有放棄國王 不斷想很多新穎的表演給國王看 你看看,又有小丑又有魔術表演 就連皇后呢 都想了一些小畫戲 做給皇帝看 希望他可以堅持啦 如是者 過了好多日好多日 你們是不是都很心急 想知道國王現在變成怎樣呢 國王究竟可不可以 給我們一個新形象呢 登登登登 你看看 國王現在瘦了好多 健康了好多啊 就連之前那條褲 都完全不適合著啦 你們有沒有都覺得 國王瘦了之後呢 英俊了好多呢 至於國王的子民呢 就很開心了 覺得國王做得很好 好滿意現在有健康身體的國王 而國王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走路的時候 不需要再棄喘 也都在開會的時候 不會閉眼睡 大家都很喜歡現在的國王啊 小朋友 你們聽完這個半國王的故事 有什麼感想呢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半國王在他最肥的時候 其實生活上面 真的有很多不方便的 如果我們都想有健康的身體 就記得多做運動 多吃有益的食物 和少點吃零食 還要早睡早起 那大家呢 就會有健康的身體 也都沒有那麼容易肥半的啦